咱们这里如果发现一块肚牛肉 我连人带厂子都送给你 那像咱们这个每天的话 能够生产多少斤这样的牛肉 淡季的话呢 每天都要5吨的牛肉 那旺季呢 旺季那10吨都不止了 咱们这个卤牛肉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牛啊 咱们这个卤牛肉呀 全部都是选用我们南洋的黄牛 卤制而成的 一头牛都可以卤吗 不不不 只用我们的牛前部位 不管是我们的牛有多大啊 只选用50斤的牛前后腿 因为这样呢 吃起来才会有嚼劲 口感才会更好 我们的牛呢 都是我们屠宰厂载的 然后每天新鲜的牛肉送过来 我们再来卤制 这个切下来的是什么啊 牛油 这牛油切下来怎么处理了 专人来收购组 做那个毛粮卤粮 这一天咱们能切多少肉啊 3000斤左右吧 切这么多累不累 都是这样的 我们厂里都是快到手 打不到3000斤 都要下岗的 明天都不用来了 我们这四位大姐啊 可是我们工厂里 珍藏的藏宝 都是我们从周边屠宰厂 高薪挖掘过来的 那他们是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我们不按月算的 我们按年 我们年薪不到100万 这个清糖刮水 这是啥东西啊 都是我们厨房正常用的 盐啊糖啊 这些调味料 我们这个滚肉机啊 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超静音的真空滚肉机 我们这个机器老厉害了 一次啊能滚肉2000斤的牛肉 我们这个滚肉腌制啊 需要一个半小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滚柔腌制好的牛肉 是不是跟没腌一样的 那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就没有放什么添加剂嘛 这个呢我们还需要放到冷藏库 低温呢再腌制三天 这样呢我们的牛肉就会更入味 咱这个卤汤是老汤吗 不是 我是新汤 一天换一次汤 这里也挺加大量和水 咱们的牛肉不用供一下水是吧 不是 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 咱们这个牛肉要卤多长时间呢 6个小时 你这不是骗我吧6个小时牛肉都煮花了 不会咱们这肉是特别进食 全本煮不赖 我看咱们这个牛肉颜色不鲜艳不红啊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原色原味 那个别是红彤彤彤的老好看了 那是添加的有色素防腐剂 像硝酸盐之类的 咱们这个就是吃个原味 只有盐 糖 味精和大量这些成分 卤好的牛肉就是这样啊 不知无华 但是味道绝佳 我看咱们这个切牛肉都手工切啊 因为这些的话不会沿着纹路切 手工路啊可以沿着纹路切 切出来的牛肉更漂亮 另外的话可以保证和足精度量 这都是今天要发出去的牛肉是吧 是的 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发走的 这今天有多少单呢 现在我们淡季一千的话就是一万单 我们的牛肉呢软烂不三牙 别说老人小孩的 就是孕妇也放心的去吃 这些开袋即时非常方便 不管是出差啊 还是在家里啊 随时随地来上一包非常方便 整个的话它是一个五香味型的 一口下去啊 这牛肉的这种肉香味啊 充斥着整个口香啊 牛肉它是个软烂程度 也是刷的好处啊 鸡面要过烂呢 然后还带着一点点嚼劲 这个吃的就是 牛肉的一个本味和一个五香味啊 所以它整个肉香味相容的 看一下这个肉啊 都是这种大块的这种牛肉啊 最大的刷个小鸟 别是多美的 口口吃肉吃起来就是过瘾 全部都是真牛肉